欢迎欣赏Nick爸爸说故事 奇妙的普攻阴 蚂蚁阿亚才刚把食物搬进洞里 就看到留守的小乖吵着要把阿亚 把在外面奇遇告诉他 阿亚和小乖是一对好朋友 他们喜欢一起工作 一起游戏 也喜欢分享所看到的事物 听到的讯息 或是自己的想法 阿亚喘口气 才把一路上发生的事情 一点一滴的告诉小乖 对了,我差点忘了 我还看到一个白色的东西 掉到上次我们 玩摔跤的那块空地上 小白瞪大眼睛 那是什么 不知道耶,下次去看看吧 不巧的是 接下来的几天 不是下着雨 就是工作多的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联系的雨天 让纯粮 让纯粮亮了起了红灯 好不容易天气放晴的 阿亚和小乖跟着大火外出找食物 于是 到空地探险的计划 一言再言 这一天 阿亚和小乖 逮到的机会 溜到空地 原本光秃秃的泥巴地上 竟然冒出一颗绿色植物 还开着一朵黄色的小花呢 阿亚和小乖都不认识这颗绿色植物 只对着她 左瞧右瞧 滴滴咕咕讨论不出一个结果 好吵 突然间 小黄花说话了 把阿亚和小乖都吓了一跳 阿亚鼓起了勇气问 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的 小黄花深深拦腰说 我是一株蒲公英 我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 看看阿亚和小乖在一脸困惑的表情 小黄花继续说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花瓣 其实是一朵朵的小花 等花谢了 会结出带有白色绒毛的果实 果实成熟后的样子 就像一团团的棉花 每一朵绒毛带着一颗种子 就像一只小降落伞 等风一起 就随着风四处飘散 听完小黄花耐心的解释 阿亚和小乖终于懂了 过了几天 原本直挺挺挺的小黄花 却好像生病似的 整个花朵都合了起来 花瓣枯萎了 直径也滴滴的垂到地面上 就像死料了一样 阿亚和小乖虽然很担心 却也帮不上什么忙 阳光灿烂的早晨 并奄奄的花茎 居然又站了起来 小黄花变成一团白色的绒球呢 小乖惊讶的不得了 普公英说 小黄花已经结成果实了 等风来呢 绒毛会带着种子 趁着风飘到各地 在其他的地方继续生长 阿亚感伤的说 我想念小黄花 突然普公英大声的说 啊 起风了 我们要走咯 只见一阵风吹来 绒毛带着种子 离开了花茎 小乖和阿亚激动的喊着 小黄花再见 你要好好地活着哦 再见咯 只见漫天飞舞的绒毛 在灿烂的阳光下 越飞越远 最后消失在蓝天底 奇妙的普公英 故事结束 在灿烂的阳光下 越南亚激动的感觉 刚刚才是在来的